名字起不好 这个店必须倒 为啥 快装修好了 店名起来呗 没有没有 我教你一个起店名字的方法 让店爆满的方法 行吗 在装修的时候 门口拉一个大大的横幅 上面写着 店快装修好了 然后让大家来帮忙起名字 如果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录用完以后 奖励一部iPhone14的手机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 这个好 旁边再放一个抖音的二维码 只要让大家起完了名字 扫二维码 然后发到你的粉丝群里面 在粉丝群里面定期 每天会有这么多路过的人去发 然后加到粉丝群以后 每天会在里面发一些小红包 中奖的人 然后可以送一张优惠卷 等到开业的时候过来吃饭 五折优惠 带朋友过来 这是第二张 这个好 第三张重点来了 当你在装修前的一个月时间 大量的起名字 加了可能一两千个粉丝以后 第一波的粉丝模型就成型了 都是这附近六到八公人人 对对对 那第二波你能做什么 做什么 开支播 怎么开 在你的账号上面开直播的时候 每天开播前 发三到六条引流短视频 说来我直播间 我们马上新年开业要有优惠 发完以后 开场了八分钟 绝对不要讲你家产品 要讲什么 要做数据 上一个福袋 引导大家关注粉丝团 做给谁看 知道吗 不知道 不是做给用户看 是做给抖音的数据来看 看到你八分钟 哇 互动力这么好 大家又领福袋 又加粉丝团了 互动这跑啪就开始给你退流 哦 然后通过互动又增加了新的数据 嗯 流量就来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第一个 嗯 通过起名字 然后大量的粉丝关注我们 第二步 加到粉丝团里面 第三步 我们在里面去发了很多优惠剧 对对对 舞着优惠 他们就会带很多人过来 第四步开直播 对对对对 电闭门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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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记告诉我们你的行业 我来帮你起个名字啊